怎么起这么早 该多睡会儿的 习惯早起了 醒了就睡不着了 娘还在佛堂礼佛 你三嫂在陪她 你坐会儿 他们很快就出来了 娘每天都要礼佛吗 对啊 自从你走丢以后 娘就信神佛了 那我去佛堂看看娘 不用 他们快出来了 你要是想陪娘礼佛 等明天再说 没错 明天再说呗 你这会儿去了 娘又要带着你拜一遍胡子 反而折腾 乖乖等着吧 三哥 你昨天一直在柳姑娘那儿 韶尔你不要误会了 三哥跟柳姑娘 真的是清清白白 昨天是因为柳姑娘 在客栈遇到了坏人 她受了惊吓 腿又受了伤 你说 那种情况下 我能丢下她一个人离开吗 她这个渣男哥哥 对家里的妻子 没有几分情义 对外面的女人 倒是有情有义啊 她给那个柳姑娘 换了沈叔和美姨 如今住的客栈 上房 一天五百文啊 住个十天就是五两银子 她给你三嫂买首饰 我都没见她这么大放过 花在别的女人身上 倒是够豪爽 五百文 对那些富商来说 不知道什么 可是江家是清流之家 算下来 爹一个月才几十两银子 还要养这么一大家的人 三哥 我算是看出来了 三门家 应该就你一个 是真正的有钱人了 你给一个外人 都这么舍得花银子 那你什么时候 也给妹妹几十两银子花花呢 韶尔 你能不能别总是 讽刺三哥呀 我知道你跟他们一样 不待见柳姑娘 可柳姑娘她一个弱女子 在京城举目无亲的 我不帮她 还有谁能帮她呀 更何况 柳姑娘多天之所以会在那种 脏乱的客栈被暴徒惊吓 以至于受伤 不就是你三嫂把她赶出了 咱们家才惹出来的事端吗 我不帮她 我良心有愧 三哥 你知道吗 最凡听你这一句 她一个弱女子举目无亲 你不帮她 还有谁能帮她 三哥 你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你是不是以为 你保护了柔弱的姑娘 你很伟大呀 谢谢大家